房产税终于来了 人大常委会决定 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限为5年 由试点地区自行制定细则 所以这个房产税会收多少 会在哪些地区先开始收 房价会不会因此而下跌呢 我们以历史经验为参考客观来看一下 其实早在2011年 上海重庆两个城市就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了 上海是按照0.4%到0.6%的税率在征收 但是人均还有60平米的免税面积 而且他们是仅仅对那些新购买的房产征收的 对于本来就有房子的本地人 以及买了房子三年以上的外地人来说 都不在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 而重庆则是按照0.5%到1.2%的税率去征收 对于那些本来就有房子的人 每户有180平米的免征面积 而新购房也只是对独栋住宅高档住宅征收 在收税以后 上海重庆的房价有没有下跌呢 显然没有 2011年至今不但没有跌 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而且我们发现呢 上海重庆的征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免征额度很高 一家三口只有超过了180平米 才需要顾虑一下房产税的问题 而且呢 对存量房没有什么影响 对于新住房的征收 也仅仅限于那些高档的住宅 所以对于那些买了大平层 大别墅或者说是手里一堆房的居民来说 他们才需要交税 而这套房产税的方案更像是解负 效果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税收 但是却没有让房价大幅下跌 那么这回多地试点 很有可能也会参考当年上海和重庆的方案 但是要看到 就是现在地产市场的环境是不如当年了 所以呢 这回试点的影响 没准会比当年要大一些 然后试点范围呢 应该也是会优先选择像上海重庆这种一线城市 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些城市本来炒房的现象就是比较严重的 另一方面 这些城市人口流入比较多 需求大于供给 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崩盘 而二线以下城市 这回试点征收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 那么具体哪些地区会试点呢 深圳海南首当其冲 今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座谈会上就提到过 建议新一轮房地产税改革在深圳海南先行先市 然而呢 像网上呼声比较高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它也属于这次试点的主要候选人之一 但是浙江全面试点不太现实 像杭州这些先进城市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 不过对于在这些城市里面有房的 又或者是因为刚需买了房的朋友们来说 也不用慌 有免征面积呢 只要你家里的户口本比房产证要厚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抖音终于可以直接用微信分享了 今天呢 微信再次更新了一个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 有一部分用户 已经可以在微信里打开淘宝和抖音的链接了 微信说 这两天会覆盖到所有用户 其实微信和自己阿里的争执是由来已久 封链接这个事儿 其实最早是阿里先动的时候 淘宝很早呢 就禁止卖家张贴微信二维码 甚至禁止卖家提到微信这个词 2013年的10月份 淘宝以安全为理由 正式的拒绝了来自微信链接的访问 当时如果你在微信中点击淘宝的链接 不再直接进入淘宝 而是会被强行的导向淘宝的下载页面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淘宝一边封杀微信 一边还把微信当成是APP的推广渠道了 那腾讯肯定不乐意啊 就也叫停了QQB在淘宝上的销售 并且呢 还禁止用微信和QQ推广淘宝的链接 有一些以推广商品为职业的淘宝客 甚至还被封了微信号了 那么和阿里的这个战斗刚告一段落 头疼大战又烧了起来 2018年5月份 两位老板在朋友圈里爆发了口水战 然后微信就屏蔽了抖音的链接分享 还关闭了朋友圈的展示 随后呢 双方越演越烈 甚至闹上了法庭 一直持续到了今年 那这就造成了大多数平台的链接 其实都是可以用微信打开的 比如说像百度啊 像这个微博等等 只有字节题下的抖音 西瓜视频 还有阿里旗下的淘宝支付宝等等软件 只要你一分享就是乱码 这三大巨头神仙打架 真的是严重的影响到了咱们的用户体验了 很多用户为此去找了工信部投诉 终于起到效果了 今年7月份 工信部就提出要重点整治这种 恶意屏蔽网址链接等等的问题 9月份的时候呢 工信部还专门召开了一个行政指导会 就把这三大巨头叫到一起 要求限期解除屏蔽 握手言和 那你说屏蔽其他平台的链接这个事情 到底是企业的自由 还是一种垄断行为呢 当然是垄断了 因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规定 如果你没有正当的理由 对于其他的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 或者是服务 实施了屏蔽和拦截修改等等的行为 你妨碍了人家的转发和传播等等行为的 就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那垄断的定义呢 是说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限制或者是排斥竞争的行为 很显然屏蔽链接 那这肯定是排斥竞争行为啊 它就属于是垄断的范畴了 其实呢互联网大厂的垄断行为 可以分为针对其他企业的 针对员工的 还有针对消费者的这三种 像屏蔽链接这种就针对其他企业的 那么针对员工的呢 主要指的是那种分配不公的问题 比如说像对外卖员呢 还有像这个网约车司机 不给他们交社保 随意抽成等等 今天交通预出部等八个部门 还印了一个文件呢 开劳动报酬和平台的抽成 而且要求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保 那还有针对消费者的垄断 其实主要手段就是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又是什么呢 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啊 它首先有三个前提 第一呢市场的结构是垄断性的 第二是企业是能够了解到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愿望的 第三是不同的市场是相互分离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它有三种类型 一级价格歧视就是 垄断者对每个单位的产品 收不同的价格 其实就是看脸要价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一家茶叶店 那用户没有办法货比三家 那他也不告诉你 他的价目表是什么 同样的茶叶 他看见没钱呢 就说十块钱 看见有钱呢 就说一百块钱 还有二级价格歧视指的是 垄断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 收取一种价格 对另一定数量的商品 收取另一种价格 这个时候呢就是按量要价 比如说通信公司 对流量消费少的客户收高价 对流量消费大的公司收低价 那还有三级价格歧视指的是 垄断者对同一种商品 在不同市场上 收不同的价格 或者是对不同的人 收不同的价格 但使得每个市场上 出售商品的 边际收益相等 这个时候简单来说 就是大数据杀熟了 就比如说你打车上班 你用你老婆的账号 跟你自己的账号打车 居然价格不一样 其实这就是三级价格歧视 我们知道今年反垄断的工作 在快速的推进 但除了政策给力之外 也需要咱们的觉醒 如果你生活中 有遇到上面的这些垄断行为 可以及时向监管部门去举报 中概股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吗 我之前有说过一期视频 说资金正在重新青睐中概股 因为现在有很多 全球顶级的投资机构 今年一季度都在加仓中概股 比方说桥水 就买了321万股的阿里巴巴ADR 买了拼多多227.75万股 还买了百度37.66万股 贝莱德买了105万股的理想汽车 和55万股的蔚来 还增持了拼多多 锦铃则是把网易贝壳京东 分别升至它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重仓股了 高益是加仓了拼多多贝壳中通快递 高领对京东唯品会的增值幅度 达到了76%和147%等等 那么现在中概股正在陆续的公布业绩 我们这才知道 姜还是老的辣呀 你看这些投资机构的加仓 果然又抢先了 先来看看阿里的业绩好了 在国内疫情反复 海外环境复杂 电商竞争激烈 以及经济环境严峻的情况之下 之前市场对于阿里巴巴的 这个业绩普遍都不看好 都抱以了一个消极的态度 可是呢 阿里截止到2022年3月31号的财年数据显示 它实现了营收8530.62亿元 同比增长19% 净利润是470.79亿 其中1到3月份实现营收2040.5亿元 调整后净利润为198亿元 虽然说增速下滑了 但是呢 由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 这个业绩还是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的 再看拼多多的业绩同样也很亮眼 一季度拼多多实现营收237.94亿 同比增长了7% 净利润达到了26亿元 你要知道去年同期它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亏损的29.05亿 因此在公布业绩之后呢 这些公司的股价都马上上涨了百分之十几 虽说业绩只是小幅超预期 但是这些公司的股价都出现了大涨 为什么呢 恐怕是因为憋屈太久了 这些龙头中概股去年以来的跌幅都在50%以上了 而事实上呢 会让它们下跌这么多最大的原因 一方面是监管压力 另一方面是贸易摩擦的压力 但是很明显 现在监管的态度已经在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接下来是否会传递到企业的业务上呢 在严监管的时候都能够有不错的业绩表现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更好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近期中概股反弹的主要原因了 我们都知道业绩是最好的信心来源 但是对于腾讯来说 可能它的日子就会艰难一点了 腾讯今年一季度的营收是1355亿元 同比几乎是零增长的 按照非国际会计准则下净率是255.5亿元 同比下降了23% 所以除了腾讯的铁杆粉丝段永平之外 基本上没有再听到其他什么巨头加仓了腾讯的 不得不说这些投资机构的眼光还是很精准的 根据了解在腾讯的内部会议上 马化腾提到了过冬 他说过冬的时候要考虑两点 第一是调整姿态 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要进行降本增效了 把子弹要用在关键的战役上 如果战场上没人了 子弹还在扫射是没有意义的 他说这个时候要重新减肥增肌了 要酝酿下一个风口或者是战役 第二是要强化内部协作 不要再单打独斗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微信 腾讯会议和腾讯门档 这三个产品的融合和打通 虽然说现在腾讯广告收入下滑明显 游戏收入增长乏力 但是它的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业务 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成为了业绩新的支撑 而这些业务会更加符合国家的产业方针 所以反正我是感觉 中概股似乎最坏的情况已经逐步过去了 未来虽然还有中美会计审计谈判等等 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它的走势 但是估计整体上也就是以模底为主了 机会相对会大于风险 没想到三哥们最爱的还是中国制造呀 中国现在是再次超过美国 又成了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3残年 中印贸易额达到了1184亿美元 重点是咱们中国制造出口到印度的 1017亿 印度制造进口到中国的166亿 足足差了6倍 中国制造的性感 全部都写在这个贸易逆差里了 在去年有55% 也就有超过一半的印度人 都买了中国的商品 那三哥们最喜欢哪些中国货呢 第一就是电子产品了 上什么手机电脑 还有家具电器 玩具日用品 服装服饰等等 去年印度进口电子通信设备和电器产品 将近900亿美元 其中一半都是Made in China 而且不光老百姓离不开 就连印度制造也离不开中国制造 就比如说印度特别牛的纺织药行业 它绝大部分的制药设备和70%以上的原料药 都得从中国进口 而反过来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品 金属等等初级原材料 技术含量不高 那么印度三哥们在网络上是怎么议论Made in China的呢 他们说兄弟们清醒一点 我们没办法在十年之内完成别人三十年的努力 更何况他们还更努力和更聪明 所有人都离不开他们的廉价商品 就算是欧美都无法挑战这个地位 就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吧 他们2010年就看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了 而印度人民党除了喊口号 就是没用的承诺 看起来印度老百姓们真是比政客们更加清醒 与其禁止还不如学习 更何况中国制造的诱惑实在是无法抵挡 钱包是诚实的 其实自从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 就一直想加强印度制造 减少对于进口货 特别是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 印度进口关税率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像几年前中印边境冲突 印度直接把很多中国APP给下架了 其中就包括TikTok 在封禁前 印度是TikTok最大的市场 但是呢 TikTok一夜之间就在印度消失了 还有啊 这两年爆火的跨境电商四小龙 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印度搞线上销售 但是呢 靠着极致的性价比 中国制造还是在不断的涌入印度 英国媒体BBC就直言说 印度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的努力失败了 事实上其实很多年以来 中国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但是在21年跟22年这两年却被美国给反超了 仔细拆开一看你会发现 印度跟美国进口的主要是像什么石油啊 天然气啊 黄金煤炭这些资源品 这些东西与其叫美国制造 还不如叫美国出产呢 替代不了中国制造 但是呢 美国过去几年是可劲的扶持印度制造 两边打的火热的 所以22年 印美双边贸易额破了历史记录 但是呢 到了23年 印美贸易额不增反降 又被中国给反超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制造又杀回第一了呢 说白了 谁卷得过我们呢 这两年通缩不断的挤压商品价格 Made in China它又性价比了呀 中国手机一发布信机 三哥们就排着大队抢 那个场面剪出堪比乔布斯时代 人们抢iPhone手机呀 像去年 小米不是还为印度声声割走了48亿人民币吗 但为什么小米还是继续留在印度呢 就因为三哥们太能买买买了 22年小米在印度卖了3030万台 都快要赶上咱们国内3800万台的销量了 换做是你 你舍得走吗 当然了 为了保护本国制造 印度官方肯定还会不断的找中国制造的麻烦 事实上去年一年 印度就对中国制造发起了22期贸易调查 但9月份就发起了10多期反倾销调查 是全球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呢 印度专家依然预测说 中印之间的贸易额将来会达到3000亿美元 在现代的基础上再翻两番 这么夸张吗 但是再想一想啊 印度GDP动辄7%8%的增速 三哥的钱包们是越来越古了 再加上中国制造是越来越香 那肯定未来还是更加的如交似机 难舍难分了 又一只黑天鹅呀 伊朗总统莱希突然离世了 他跟外交部长乘坐的直升机坠毁 9个人全部遇难 这枚重磅炸弹壳把全世界都给炸懵了呀 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伊朗会不会因此而报复呢 纽约金价今天因此大涨超过1% 创下2454美元的历史高点 避险资产难道又在涌入黄金吗 伊朗总统离世 到底会的伊朗是对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要是伊朗是个能源丰富的国家 它的石油储量有1545亿桶 世界排名第四 每天出产的石油300多万桶 占到全球3% 在欧佩克国家中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 有人可能会觉得了 只占3%没啥大不了的吧 就算伊朗先桌子不卖石油了 别人一毛巾不就补上来了吗 比如说俄罗斯 俄罗斯每天的产量有3个伊朗呢 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看一下伊朗地图好了 它卡着波斯湾出海口的咽喉 像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等等国家的石油出口 都要从波斯湾出来 要是伊朗把这个嗓子也一关闭 那可不是每天只减少300万桶了 伊拉克一天的石油产量就是400多万桶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出口的 想想这两个国家可是发生过战争的 所以说现在的石油价格那可是相当敏感 美国通胀数据刚刚有好转 金融市场刚刚松了口气 如果油价这个时候来个突如其来的上涨 估计美联储又得抓下了 预计的降息还怎么玩 难道得继续加息吗 那还不把自己的经济给拉爆了吗 国际货币金组织做个长期的观察 只要油价上涨10美元 全球经济增速就会降低0.2% 正因为怕事态升级 所以伊朗这边一出事 欧美国家赶紧火速的撇清关系 欧盟立刻提供卫星测绘数据 说帮助寻找和救援 美国也有高级别的政客表态说 没有证据表明 这存在了谋杀行为 就连最敏感的以色列也赶紧表态 说以色列跟伊朗总统的遇难是无关的 大家都在刻不容缓的出来撇清自己 说明都不想让这个事件升级 然后呢 今天国际金价大涨 但是油价居然小幅收跌 到底为什么呢 是不是金融市场也认为 这只是一个意外 不会升级为地缘冲突呢 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 来袭的趋势恐怕并不会造成伊朗的动达 因为说白了 总统啊 恐怕只能算是伊朗的CEO 而董事长其实是宗教领袖 85岁的哈梅内伊 他被称为伊朗教父 像现在正处于巴以冲突中的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野门的胡萨武装 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 都受到他的支持 哈梅内伊在最高领袖的位上 已经干了35年了 躲过了多次的暗杀 其中还包括他亲生儿子的暗杀 可以说 只要这位董事长安然无恙 换个CEO 不至于有惊涛骇浪 很快就可以选出新的总统 当然了 人选还得得到哈梅内伊的认可 那今天呢 董事长并没有释放出什么危险的信号 所以呢 估计大概率市场认为 石油的开采销售 目前也看不到太大的风险 但是 惊吓的大长也说明了市场的微妙心态 今天 跟总统的直升飞机 同时飞行的另外两架直升机 都安全返航了 那说明 天气并不是糟糕透顶的 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万一最后查明 这真的是一起暗杀事件 伊朗能不报复吗 所以说 国际资本可能就因此而选择了 先买入黄金避险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第一声 万科到账一百个亿 整个地产行业四年来最大的一笔融资诞生了 5月23号 多房的消息证实 说万科已经跟招行等等的头部金融机构签了约 拿到了两百亿元的银团抵押贷款 现在到账了一百亿 还有一百亿的很快也会落实 郑伟有这个利好消息 所以虽然今天A股跌得稀里哗啦的 但是万科A的股票是逆势涨了1.7% 创下了近两个月以来的收盘价新高 两百亿元的现金 对于这个阶段的万科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都知道现在万科很缺钱 他总负债一万多个亿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超过六百亿 但是之前呢 没有人借钱给他了 万科只能自己硬扛 靠打折卖资产续命 比如说当时31个亿拿下的 深圳湾超级总部地块 现在22个亿就给挂出来了 地产缺钱 但是银行有钱呢 可人家银行不是慈善家 他们是晴天把伞借给你 下雨天就把伞收回去 尤其像招行 鼻子灵灵的很 当初乐视就是他最先发现不对劲 开始抽贷 然后泡泡很快就破了 但这回呢 是招行带头借钱给万科呀 相当于是在给万科背书 支持万科加杠杆 可以预见到的就是 接下来可能其他的那些大银行 也会慢慢的开始给万科书写了 之前呢 整个地产行业都是在去杠杆 都是在降负债 万科这笔200亿的贷款 就意味着 这个行业又可以开始加杠杆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拐点 也显示了高层对于楼市的态度 和旧市的决心 所以我们看到地产的刺激政策 是一套组合权 需求端上呢 是降首付降公积金利率 两套以内的商业贷款取消利率下限 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需求 而供给端也一直都在出招 首先得让这些房企能活下来 因为未来还是要有人来盖房子的 所以从去年开始呢 就有地产的三支箭等等的政策 然后呢 现在不能再增加供需矛盾了 所以呢 库存去化周期 但凡超过36个月的城市 就不再新增土地 防止房子越盖越多 以后解决起来难度就越大 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 没有解决市场的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包括万科在内的很多头部的房企 都纷纷陷入到了困境 万科的债券最低的时候跌掉了一半 股价比最高的时候跌掉了八成 更别说A股的房企都已经退市掉几十家了 包括像世贸 范海这种老牌的房地产企业最后都没撑住 而万科如果再借不到钱的话 它的资金链真的是随时有可能会断掉的 而如果万科倒掉的话 那就太吓人了 想当年美国次贷危机 先是一些小银行倒闭 政府没管 以为市场可以自己出清 接着呢 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也倒了 还是没管 等到第四大银行雷曼也倒的时候 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 金融危机的海啸已经来了 次贷危机的罪恶之源就是两家头部房企 房利美和房地美 最终呢 这两家房企被美国直接注资接管才得以收场 那万科作为咱们中国的头部房企 必须得提前上氧气呀 不管怎样 都得把这口气先给续上了 不能让这个风险硬着陆 当然了 万科挺过这一关 也不意味着从此就能高枕无忧了 但至少没让他在时速120的时候出事故吧